目前北加州湾区九个县中 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完全解除室内口罩令的标准 但周五开始 旧金山县和马林县将放宽部分室内口罩令 此外 康特拉克斯塔县于周四宣布 从11月1日开始 室内场所包括健身房 办公室 员工通勤车 宗教集会和不超过100人的大学课堂 只要与会者完成疫苗接种就不需戴口罩 但若室内有12岁以下的小孩 所有人将必须戴口罩 此前 湾区九个县针对解除室内口罩令 已经协商了标准 包括各县必须至少三周的疫情传播率达到中等水平 并且染疫住院率必须保持稳定低水平 另外 必须有80%以上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目前为止 只有马林县接近达标 马林县在周三的疫情传播率已经达到中等水平 染疫住院率也很低 并有77.4%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若保持下去 将有望在下个月完全解除室内口罩令 另外 圣克拉拉县 阿拉米达县 圣马雕县和索诺马县都在周四表示 不考虑放宽室内口罩令 而纳帕县则没有作出回应 新唐人洛杉矿记者站组合报道 本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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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集完